一開始是被香港某些program 笑我們 覺得我們傻 但做下去反而在海外的地方 是得到很多常識 我們會覺得在香港 做遊戲開發是有困難的 在我們對於電競 還停留在LOL或者食雞 香港這幾個年輕人 放去做一些易贊錢的game 搞出一件新的東西 叫做輕電競 還搞到在世界知名的遊戲展 Tokyo Game Show 那裡免費參展 主要我們看到現在這個電競市場 大部分遊戲都是比較難上手 或者是要很多時間去pick up 所以我們就想做一個 跟他們不同的遊戲 這隻Balance Breakers 就是他們做的輕電競遊戲 將玩家分成兩對 透過走位和攻擊 被光貓貓 拿最多的金幣回到基地 啊 開箱我做的 啊 不要啊 會打我們 玩了一陣子 我就覺得它比傳統的電競 有點上手 玩起來也輕鬆一點 不過令到我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玩得很漂亮 它完全可以放得上桌面 我本身正職是做3D animation的 Animator 我和另一個Partner 在一年前認識了Arno 才開始接觸遊戲製作 而讀電影的Arno 一直只學寫遊戲program 3個人認識之後 入拍即合 決定一起實現夢想 而他們都很重視一樣東西 就是原創性 因為我本身是讀電影的 而另外兩位夥伴 就是做Animation的 所以我們都會比較想要有自己的作品 可能是任性 話就說任性追夢 不做一條沒夢想的鹹魚 但在香港地 只是說夢想 可能連鹹魚都沒得你吃 做Game的確是我的夢想 但我都必須實現我的生活為先 才可以繼續實現我的夢想 燈油火納 做禁都是錢 所以他們會Felance接作 幫補新計 因為不出名 沒有Funding 在香港都是比較難找到Funding 或者投資者 因為政府的Funding 其實對於遊戲方面的支援 不是太多 而一些投資者在香港的話 他們都選擇投資其他項目 由一開始參加政府搞的比賽 被人看死 但他們越挫越勇 還要在今年動漫節 展出那陣反應很好 最後還去到Tokyo Game Show參展 其中一件最深刻的東西 就是去一些Game Show 跟一些玩家互動 看到他們玩我們設計的遊戲 玩得很開心 我們都很開心 他們好像Balance Breakers 這款遊戲一樣 會遇到困難 可能會失去金幣 但當贏到這款遊戲的時候 亦都份愛香甜 而對他們來說 這個遊戲才是剛剛開始 捱到就行了 完成吧 生活樂科技 安華-K